吐蕃的军队跟唐军在甘肃临陶的苏罗汉山爆发血战 此战,唐军大败,全军覆没 一时间,甘肃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后突厥跟吐蕃的军事联盟就顿时瓦解 朋友们好,我是格浩 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西藏吐蕃王朝联合北方草原的后突厥韩国 发兵十万,进攻唐朝的甘肃 此战,唐军大败,梁州都督被杀 而这场战争就是西藏吐蕃王朝与后突厥在历史上的首秀 那么这个后突厥韩国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这就要说到一个人,唐太宗李世民 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唐太宗命魏国公李靖率军 消灭了当时唐朝最大的敌人 蒙古草原上的东突厥韩国 而东突厥被灭之后,渝部依然在反抗唐朝的统治 在50年后,唐高宗永存元年 东突厥的渝涅在内蒙古的黑沙城设立崖障 重建了韩国 因为这个国家是东突厥后裔建立了 所以史书中称其为后突厥 后突厥建国后不久啊 就跟吐蕃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进攻唐朝联合到了一起 于是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吐蕃跟后突厥约定共同进攻甘肃 一个进攻甘肃临桃,另一个进攻甘肃武威 吐蕃的军队跟唐军在甘肃临桃的苏罗汉山爆发血战 此战唐军大败,全军覆没 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 吐蕃杀唐人甚多,立虎山唐人坟 唐军施与天骑 在战后,武则天把唐军的主将和副将通通消之为民 而另一边,后突厥韩国也取得了丰厚的战果 梁州都督被杀,突厥兵为梁州城下 一时间,甘肃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所幸,武则天及时派来了援兵 不然的话,在此战之后,可能甘肃真就成吐蕃跟后突厥的地盘了 而就是从这一年往后,吐蕃跟后突厥每年都联合进兵攻打甘肃 因为河西走廊这地方的地理位置比较尴尬 他北边是后突厥,南边是吐蕃 而他南北境不过400余里,极其狭窄 吐蕃跟后突厥很容易就能在这里会师 而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后突厥发生内乱 在草原上的势力就顿时衰弱 到了开元15年的时候,吐蕃进攻甘肃瓜州 吐蕃的赞谱写了一封书信给后突厥的毕加可汉 邀请他共同进攻 但是没想到毕加可汉在接到书信之后 立马转手就送给了唐玄宗 唐玄宗嘉奖毕加可汉的忠义 于是下令在内蒙古寿祥城开设护士 后突厥跟吐蕃的军事联盟就顿时瓦解 在此之后,后突厥跟吐蕃只剩下了平常在外交上的关系 到了唐玄宗天保四年的时候 因为后突厥在草原上得罪的敌人实在是太多 唐朝就联合回合铁勒和契丹诸部共同攻灭了后突厥 而后突厥灭亡之后 填补北方草原空白的正是新兴的一个强大的帝国 回湖韩国 那么回湖与西藏的吐蕃王朝究竟是敌是友呢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各位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